嘿 大家 我今天要來做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我前幾天在滑IG的時候呢 看到Full Foodie他們有做了一個 珍珠奶茶果凍 然後它倒出來的樣子呢 很像是一座101的那種 大樓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今天想說要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買了兩杯珍奶 我們來實驗看一下我們可不可以做成功 先來看一下這個 一次做兩杯 倒完之後加這個果凍粉 400克的話一包 我放涼 不知道多少 不然就是三包都下好了 這個鍋子要讓人開笑了 我覺得我看起來很像在煮什麼孟婆湯之類的 巫婆湯 蘋果湯之類的 好 差不多之後呢 讓它滾了 把裡面的果凍粉 洋菜粉全部都拉散之後 新關火 放涼一下 嘿…什麼 放涼了之後呢 再把它放到原本的杯子裡面 我覺得我剛剛的那個 果凍粉好像放得有點太多了 黏稠的狀態跟那個 Full Foodie的看起來 好像有一點點落差 它現在看起來其實已經有一點割了 可是感覺不是那種果凍的割 感覺是有點勾芡的感覺 完了… 裝好 大概是這種感覺 接下來就把它進冰箱 進冰箱 隔了一天我又出現了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非常的少嗎 因為我剛剛拍完SM 好啦 然後我要來看一下 我的珍珠奶茶果凍就是有沒有成功 我覺得呢 它看起來有一點點的危險 因為我看Full Foodie他們的影片啊 珍珠奶茶看起來很Q彈 可是你知道我的有多扎實嗎 就是它 它這樣打的時候 它這裡完全不會有波浪 而且珍珠都整個浮在上面耶 他們就是這樣倒過來之後 它就會Q彈很像那個 統一布丁下來 那我這個 好 我們來先實驗看一下它不會成功 喔 可以啦 至少撥得起來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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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看到嗎 看起來這個有點荒唐 很成功 很成功 我還做了一個可以給你們吃 真的假的 對 欸 我有多 有吧 好 我們先來挖一口試試看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擔心 這種東西呢 基本上是不會失敗的 哇 你看這個 101大樓 這麼紮實 我知道它看起來有點不太像是國動的挖法 但大家不要建議 它其實可能是一個羊羹之類的 這個你一看起來很妙喔 吃吃看 超難吃的 它這個不是布丁吧 它是羊羹 它是羊羹 嗯 我要大喉一點 味道其實還不錯 真的假的 嗯 對不對 口感很快 幫我珍奶黃黃黃 它已經不是奶茶 它也不是珍珠了耶 我超難吃耶 我覺得你一定要試試看 我遇到說很難吃 沒有 很好吃 因為人 相信我 因為它甜味都不見了耶 怎麼可能 它本來很鹹耶 不是嗎 對啊 本來 要喝點微糖 直接在咕 沒關係 它不重要 它看起來很不吸引人 哇 它怎麼那麼美喔 我來幫你穿一下 不是 人家的果凍是長這樣耶 而且它珍珠在下面耶 我的珍珠為什麼這麼的分散啊 結果我做了一個可怕的東西出來 沒有人要吃 為什麼我煮起來 已經很像鹹食的感覺了啦 是不是我的洋菜粉真的放太多 有可能是我順序不對 因為我看人家Fobe他們的影片啊 他們的超Q彈的 可是我的超紮實的耶 那這個 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要看我的影片做 去看他們的影片做